好 主播 运气来到一间麻将起盘舍 一进到屋内就看到满满的人潮 而虽然起盘舍一般来说是以鸟计费 只要不完现金就合法 不过警方进一步调查 发现他们故意用点数卡作为筹码 而事后再把点数卡换取现金 已经涉嫌赌博 事发就在新北市大学 而附近就是一间大学 这回被民众监据 警方到场逮到负责人之外 还要找到31名的赌客 年龄19到58岁都有 但其中还有12人都是大学生 要先在脸书报名 审核才能够进入 而这次被找到的筹码卡命额 250万还有赌资2万多元 王姓负责人则是27岁 开了这一间棋盘舍半年以上 被一赌博罪送办 而其他的赌客 因为在非公开的场合赌博 则是被一设为法送办 但这回在学区旁暗藏赌博 赌客当中甚至还有学生 幸好一举破获 将32个人全都逮捕 以上是小小清新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